这两个女人有着一模一样的脸 可她们的性格却天差地别 一个目中无人嚣张跋扈 走到哪里都自带强大气场无人敢惹 另一个却平易近人 就连饭桌上别人吃剩下的年糕 都能够重新捡起来吃得津津有味 女人直勾勾地看着奢侈品橱窗里 价值20亿的钻石项链 这是她奋斗一辈子也买不起的东西 可紧接着下一秒导购员就将项链包了起来 她不禁感叹着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才会佩戴这种昂贵的珠宝 但女人怎么会知道 戴上这个项链的人 竟和她有着一模一样的脸 可两个女人同脸却不同面 这边性格傲慢的女人 尤那是美国大富豪的女儿 仗着自己家优伙的财力 尤那在婆家的地位不言而喻 为了时不时能得到尤那娘家的投资 扩大生意规模 公公对尤那百般讨好 那条20亿的珠宝项链 就是送给儿媳妇的生日礼物 公公还特意为尤那准备了一场盛大的生日派对 让她确认一下宾客名单 但谁知道目中无人的尤那竟让公公将派对取消 她只想跟朋友去酒吧蹦迪 公公听闻有些委屈 那些人都是自己生意上的重要伙伴了 可是尤那却丝毫不给她留情面 那是你的事 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公公对对的只能恶狠狠地瞪对一旁的儿子 儿子大气都不敢喘 气氛也一下子降到了冰点 更令大家没想到的是 尤那竟就这样当着大家的面 提出希望能让自己跟老公贤秀离婚 所有人都愣住了 他们还想要靠着尤那娘家吃饭呢 尤那和老公贤秀是利益捆绑的战略性婚姻 从一开始他们的婚姻就注定不幸 贤秀八岁的时候 他的妈妈就因为犯错被赶出了家门 也正是这个原因 贤秀一直不受爸爸的待见 直到娶了尤那 贤秀才得以在财阀家有一席之地 可结婚多年贤秀都对尤那没有一丝的感情 这让尤那感觉十分的挫败 她不想再跟一个不爱自己 只求利益的男人生活下去 就算是这样 贤秀也没有同意离婚的请求 这个大小姐的脾气 她早已经见怪不怪了 第二天 头婆为了讨好尤那 将她带到奢侈品店尽情消费 尤那也丝毫不客气 才逛了两分钟 尤那大小姐脾气就烦了 囊囊着自己要回车里休息 她刚到门口就遇见了募捐的大学生 豪气的尤那竟直接将价值50亿的戒指 丢进了捐款箱 头婆震惊不已 那可是你的结婚戒指啊 另一边有着跟尤那一模一样 面孔的女人名叫孟希 孟希一直有着做珠宝设计师的梦想 可没有强大家事和背景的她 只能每天在路边摆着廉价的手 使她勉强谋生 孟希不光要养活自己 身为长女的她还要给弟弟妹们挣学费 虽然如此 孟希却始终元气满满着 就算经常被城管追着跑 也从没放弃过对生活的向往 想着做生意能更方便 孟希掏出了所有的积蓄 在大叔的介绍下买了一辆便宜的二手车 可没想到这辆二手车开十米路 可以掏锚二十次 孟希十分绝望 本想着找到车主把车退了 可等她来到车主家 却发现车主家一贫如洗 上游老下游小 日子过得比自己还艰苦 于是乐观的孟希决定接受现实 甚至还跟大叔一起撒酒祭奠 两人的嘴巴就像是开了光 孟希的好运很快就来了 她在去摆摊的路上撞到了一辆豪车 而从车上下来的男人 正是由奈的丈夫贤秀 孟希检查着情况 大声囊囊着让男人赔偿 可贤秀看着面前跟自己老婆一模一样的脸却愣住了 男人很快就从她的穿着打扮跟言谈举止判断出 她并不是自己家那个傲慢无理挥金如土的千金大小姐 一脸猛逼的贤秀就这样站在一旁默默注视着她 她不禁感叹着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相似的面孔 被贤秀盯得发毛 孟希也忍不住对着她破口大骂 贤秀这才灰溜溜地离开 本以为不会再跟这个女人有任何交集 可很快棘手的事情就来了 贤秀的奶奶住院危在旦夕 她最后的心愿就是再见一件孙媳妇 于是爸爸找到贤秀 要求她带着尤奈去医院看望奶奶 贤秀很是无助 她已经被老婆尤奈折磨得快疯了 尤奈每天只要见面就是吵着要离婚 还对着自己各种冷嘲热讽 像她这样怎么可能会同意去看奶奶 可爸爸才不管这些 这次公司的海外分店计划 需要尤奈娘家的投资资金 她绝不会同意俩人离婚的事情 没有办法 贤秀只能来到尤奈房间 请求着她能够去见一见奶奶 尤奈笑了笑 她不用想就知道奶奶的遗言要说什么 无非就是说着你可怜 让我们好好过日子 虽然早就知道尤奈不会同意 但听着这番说辞贤秀 还是感觉十分的失望 第二天 贤秀去找了那个 跟自己老婆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 可看到那张脸 她又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于是往后的几天 她就这样徘徊在梦系的店铺门口 论谁看这也像是一个脑子有毛病的变态 贤秀也是看傻了 她本想就这样离开 却还是浮起勇气反了回去 梦系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一把将钞票打开 你是脑子有问题吗 而就在这时城管来了 过不及那么多 梦系立马收拾起自己的摊位 打算溜之大吉 可贤秀就像只蜜蜂一样 在旁边喋喋不休 她说着自己奶奶生定了 如果见不到你就那么离世的话 我会终身遗憾的 梦系才没空管别人的家事 眼见城管就要来了 贤秀竟直接上了车子的副驾 还不停地催着梦系赶紧开车 梦系从来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赶了半天没赶下去 城管的哨声又越来越近 她只好先发动车辆 可她的小破车竟在此时罢工 于是趁这个机会 梦系让贤秀下去给自己推车 单纯的贤秀就这样听了她的鬼话 车辆刚发动 梦系就开着小破车溜至大吉了 从这天之后 贤秀便没再去找过梦系了 可梦系却开始担心起这个男人 难道她的奶奶就那样去世了吗 梦系心里感觉十分过意不去 于是她找到当时车祸贤秀留下的电话 拨了过去 和她约在了餐厅见面 得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梦系也很不能理解贤秀老婆的行为 从小在奶奶手里长大的梦系很有感触 就当是做做好事 她决定帮贤秀一次 但直接这样去肯定是不行的 想要装作自己老婆 必须要从衣着打扮开始改变 梦系就这样开始了改造计划 她画上了浓浓的眼影 涂上了鲜艳的口红 还做了一个大波浪的发型 装造结束 贤秀又带着她去到奢侈品店换装 果然人靠衣装瓦靠安 换上华丽服饰的梦系 很快就有了千金大小姐的味道 最后贤秀选中了一套蕾丝黑色短裙 随后贤秀就将梦系带到了医院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尤那也紧随其后赶到 而俩人进入医院的一幕也正好被尤那撞见 她坐在车里 看着贤秀又是贴心地帮着女人整理着装 又是亲密地掺着女人往里走去 尤那不出意外地以为自己的头顶挑过了一片草原 可是她竟没有上前扯头发 而是咽下了这口恶气直接开车离开 这边的两人已经来到了奶奶的病房 看着久久没有出现的孙媳妇 奶奶一下子就有了说不完的话 梦系懂事地握住了奶奶的手 奶奶也完全没有看出任何的破绽 她语重心长地教导着孙媳妇一定要好好过日子 不要一天到晚想着离婚 希望她可以听听这个临终老人的嘱托 结果梦系不仅当即表示自己一定会和她好好过日子 甚至让奶奶不要再担心贤秀 自己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 对于孙媳妇的大转变 奶奶也抓住了机会 趁热打铁要他们赶紧生个孩子 梦系更是有求必应 这要是被永奈知道可能原地爆炸吧 梦系还贴心地拿来了水杯为着奶奶喝水 贤秀看着眼前的女人 一下子也陷入了恍惚之中 要是自己的老婆真的有这么贤 会孝顺该有多好啊 趁着梦系出门换水的功夫 奶奶将贤秀拉到了身边 希望她可以去找找她妈妈 奶奶终于把内心藏了几十年的秘密 说了出来 她根本不相信自己的儿媳妇会犯那样的错误 从而被迫离婚 肯定是有人陷害 贤秀不可置信 奶奶也交代着贤秀 一定要先获得你爸爸的信任 得到了权利之后 再去找你妈妈 很快 贤秀和孟希就从病房里离开 孟希松了一口气 自己的任务看来完成得还不错 贤秀对此很是感谢 她拿出了一笔钱给到孟希 但是却被孟希拒绝 她说着自己看着奶奶非常的亲切 也并不是为了钱财做这件事情的 看着一再坚持的孟希 贤秀便表示将她身上的衣服和包包送给她 孟希十分惊喜 这也太贵重了吧 就在这时 贤秀的爸爸竟走了过来 对于儿媳妇的出现 爸爸惊讶不已 他调侃着我都已经做好 永远见不到你的准备了呢 但是没有最惊讶 只有更惊讶 爸爸看向贤秀 贤秀则装出一副大男人的模样 紧接着爸爸便提及了财产分配的事情 表示自己两年之内就会确定接班人 结果孟希竟说着 爸爸您说的都对 爸爸一脸猛逼 贤秀担心穿帮 赶紧找着借口让孟希离开 离开前孟希还不忘叫着贤秀亲爱的 毕恭毕敬的和两人礼貌告别 看着孟希的背影 爸爸简直不敢相信 感叹的太阳竟从西边出来了 回家后的贤秀一直想着奶奶说的话 他本已经下定决心跟永远离婚 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先在爸爸那里拿到话语权 这样才能找到妈妈 可如果现在离婚的话 爸爸肯定会立马将自己打入冷宫的 没有办法 贤秀只能回去找老婆 希望能够拖延离婚时间 一年两年就好 由那一下就来了脾气 不明所以的他想着白天自己看见的那一幕 当即就发了脾气 怎么的 那个女的让你离婚吗 但是想到离婚又害怕被爸爸赶出家门 所以才来祈求着自己再给你点时间吗 他生气的回到房间收拾起行李 贤秀赶紧追进去解释 说着那个女人只是跟你长得像我才把她带过去的 可气头上的女人怎么可能听得尽这种话 在由那看来 这不过是苍白无力的狡辩罢了 贤秀为了自证清白 甚至将爸爸也见了梦西的事情说了出来 让他可以找爸爸求证 由那十分不屑 你爸爸肯定和你穿一条裤子 怎么可能告诉我实话呢 他还吐槽着贤秀如意算盘打的全世界都听见了 把自己摆在家里当护身符 你去获得爸爸的信任 结果还在爱着其他女人 你这样的人就应该被赶出去 由那随手丢了一份文件出来 有话你就跟律师说去吧 紧接着 由那便不顾贤秀的阻拦 生气的直接开车离开 虽然整天囊愣着离婚 但此时由那的眼睛里却含着泪水 他并非不爱这个男人了 第二天 一整天没有由那消息的贤秀 只能给远在美国的岳父打去电话 可岳父却说着自己已经快一年没有和由那联系了 贤秀十分绝望 为什么自己找了一个这么特立独行的老婆呀 他打着马虎眼 表示由那最近过得很好 便匆忙挂断了电话 就在这时 爸爸的电话也打了过来 原来是奶奶突然去世了 很快家人们便全部赶到了医院 可唯独没有看见由那的身影 爸爸和家人们都已经习以为常 问起由那的下落 贤秀只能撒谎他突然去了日本旅游 尽管十分疑惑 但是大家并没有追问 爸爸也只是让贤秀无论如何都要让他立马回国 来参加奶奶的葬礼 没有办法 贤秀只能厚着老脸再次找到孟希 他将奶奶去世的消息说了出来 希望他可以再陪自己去参加葬礼 但这次的孟希死活都不愿答应 上次是在医院见病入膏肓的奶奶 这次见的是活蹦乱跳的正常人 自己一定会穿帮的 可现在的孟希就是贤秀唯一的救命稻草 他不停地给孟希洗脑 你和我老婆长得一模一样 只要到时候闭着嘴不说话 肯定不会有问题的 孟希十分疑惑 难道就有那么像吗 感磨硬泡不管用 贤秀只好打起了感情牌 说起了自己一夜失去妈妈的故事 一向心软的孟希还是败下阵来 犹豫再三他还是答应了贤秀的请求 很快两人就赶到了盗恋馆门口 贤秀交代着孟希 一会上去之后 只要坐上十分钟就可以离开了 以我老婆的性格 只要出现在了葬礼上 家人们都会感激涕零了 等两人进去后 后妈正好走了出来 贤秀慌忙地打着圆场 俩人这才没继续聊下去 贤秀示意着孟希赶紧闭起嘴巴 你一说话就凉凉啊 等两人在灵堂行碗里 爸爸也提醒儿媳妇在客人面前注意点说话 贤秀简直快被这个女人吓傻了 等后妈来到餐厅 孟希竟蹲在桌子旁收拾着碗筷 她简直不敢相信这是自己那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儿媳妇 爸爸也不禁感叹着 这应该是她嫁进来之后第一次干活吧 爸妈前脚刚离开 贤秀也走了进来 看着眼前的一幕她简直惊呆了 自己的老婆现在不仅收拾着碗筷 竟然还直接捡起饭桌上剩下的年糕 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她赶紧将孟希拉到了外面 贤秀看着孟希离去的背影十分无助 找这个女人来代替自己老婆 真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啊 回去之后的孟希就这样老老实实地坐在了灵堂 孟希看着去是奶奶的照片自言自语 她觉得自己作为家里的大儿媳应该表现得伤心一点才行 于是孟希开始酝酿着自己的情绪 她努力回想着自己之前最后一次见奶奶时慈祥的样子 眼泪也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远处的贤秀很是崩溃 这不去做演员简直太可惜了呀 孟希就这样哭得一发不可收拾 她越哭越伤心 越哭越大声 爸爸和后妈都相继被她的哭声吸引了过来 看着儿媳如此懂事的模样 爸爸竟露出了心内的表情 无助的贤秀将后妈叫了出去 提出让妻子先回家歇着 后妈觉得十分奇怪 她不是非常恨奶奶吗 为什么突然哭得那么伤心 贤秀找着理由搪塞着 可能是因为一直没有尽孝 所以比较自责吧 所幸后妈并没有怀疑 因为永远本来就是一个善变的人 回到灵堂后的贤秀冲着孟希使着眼色 孟希就这样一边流着泪 一边被贤秀搀扶出去 孟希本打算到个别再走 可贤秀死活不让 我老婆可不是会道别的人了 就在这时 爸爸和后妈也走了过来 爸爸夸赞着儿媳妇今天的表现 让她好好回家休息 可孟希却始终担心自己先离开会不会没有礼貌 一向不讲礼貌的儿媳妇竟然说着礼貌 后妈简直要惊掉大雅 贤秀担心露线 赶紧表示自己要送老婆回家 爸爸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 爸爸开心地说着自己对媳妇今天的表现十分的满意 可后妈却调侃着 谁知道她什么时候就会电回去呢 孟希刚走没一会 葬礼上就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那就是三儿子贤太的生物 因爱 家人们吃惊不已 谁也没想到她会出现在这里 原来 外人根本不知道她的存在 不得不说 财杂家的关系真的太乱了 为了不让别人看笑话 爸爸曾再三交代贤太 一定不能让她出现在葬礼上 但是因爱还是不顾祖兰来到了灵堂 而她也根本不按套路出牌 上来就直接开始哭丧 听着这这耳欲聋的哭声 围观的宾客也越来越多 看着爸爸犀利的眼神 贤太只好赶紧将妈妈扶了起来 而因爱大闹一通的目的 其实是为了阻止贤太的婚姻 原来 爸爸为了让整天花天酒地的贤太安分守己 店给他安排了一个相亲对象 而那个相亲对象不是别人 正是公司珠宝店店长的女儿 也是梦汐的妹妹梦贤 听到他们竟然让自己儿子 娶一个售货园的女儿 因爱当然不能答应 她只能跑到这里来一哭二闹三上吊 为了不搞得太难看 爸爸只能暂时答应了因爱的请求 并表示等到葬礼结束 自己亲自去取消婚约 可是等到第二天 爸爸就找到了梦汐的妈妈辛德 再次说起了两个孩子的婚事 但是辛德却因为因爱的阻止 显得十分为难 爸爸不停地劝说着他 不光承诺会让他女儿幸福 还说着自己会帮忙清除障碍 于是辛德就这样答应了下来 还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家人们 大家都十分开心 梦贤也表示 如果妈妈喜欢的话 自己愿意交往试试 可是俩人的第一次约会 贤太就耍起了大少爷提气 不仅迟到了半个小时 还表现出一副顽固子弟的模样 上来就表示自己没有时间谈恋爱 可以的话就直接结婚 梦贤愣起贤太自己的想法 虽然我们的婚姻是家长决定的 但是毕竟结婚的是我们俩 贤太笑了笑 有一件事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话 自己就没有问题 乖巧的梦贤一时也有点不知所措 贤太走之前回头看着待在原地的梦贤 梦贤失魂落魄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想着对自己满怀期待的家人们 或许接受这个可能不幸的婚姻 才是自己最后的命运吧 离开后的贤太找到了妈妈 因爱大吵了一架 自己只是一个花天酒地的顽固子弟 不会有你想要的大家闺秀嫁给我 就按照爸爸的意思 让我娶那个女孩 这样我还能开开心心地 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可因爱却始终不能接受 就算不看家境 也要有点身份才能做自己的儿媳妇啊 贤太撂下狠话 如果你在因为结婚的事情 让我在那个家里难堪的话 自己就只能真的死在你面前了 这边的孟希也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 开始像往常一样在路边摆摊 可贤秀竟又找了过来 这可把孟希吓了一大跳 贤秀赶紧解释着自己不是来求助的 接着拿出了一本设计绘本 原来 之前贤秀看到了孟希总是 趁着没有客人的时候 在素描本上做着设计 所以她特意拿来了 自己公司设计入职用的学习绘本 送给孟希作为感谢 孟希打开之后 看着上面的公司名称大吃一惊 这不就是自己妈妈上班的公司吗 也是要和自己家结亲家的公司 孟希慌张地赶着贤秀离开 看来自己以后得和这个男人保持距离了 可是等贤秀晚上回到家里 和家人们一起吃饭 爸爸竟提起了尤娜最近的变化 葬礼上的宾客都夸奖尤娜 十分的贤良舒德 为了消除之前外界关于尤娜不好的传闻 爸爸竟提议要办一场party 贤秀整个人都要傻了 他想要解释又不知该从何开始 看着扭捏的贤秀 爸爸也来了脾气 当即表示这件事就这样定了 于是贤秀马不停蹄地找到尤娜的闺蜜 打听起老婆的下落 可闺蜜却表示无能为力 尤娜就是一个像风一样的女子 现在突然消失 只能等待着她自己回来 自己上一次和她联系的时候 她正在荷兰机场 此时的贤秀想死的心都有了 难道自己又要回去求孟希了吗 无助的贤秀只能再次将孟希约出来吃饭 已经摸清楚了孟希套路的贤秀上来 就打起了感情牌 她表示在孟希的帮助下 自己第一次被爸爸夸奖 还开始接触公司实质性的业务 孟希也忠心为贤秀感到开心 看着时机成熟 贤秀便开口询问她有没有兴趣参加party 孟希一眼就看出了贤秀的小心思 她二话不说就拒绝了 就算贤秀表示可以一个小时给她十万元 孟希也不为所动 要是被妈妈知道了 自己肯定会被赶出家门的 贤秀尴尬到不行 她竟在此时向孟希提出了一个建议 那就是你以后能不能把嘴巴里的东西咽掉再说话 不然我感觉你随时会喷饭到我脸上 孟希瞬间觉得嘴里的美食都不香了 随后 孟希喝了口水 又继续开始了干饭 看着面前女人这毫无形象的模样 贤秀也十分绝望 等到晚上孟希回到家里 爸爸妈妈竟因为妹妹嫁妆的事情吵了起来 原来今天因爱找到了妈妈 给了她三个亿让她去买孟贤的嫁妆 虽然是嫁女儿 但也没有让男方加出嫁妆的道理 妈妈拒绝了因爱的好意 她想要靠自己家的能力量力而行 可因爱却开始给她算起自己对于嫁妆的要求 别人有的她也必须要有 光是礼断和钻戒就要一亿元 再加上婚戒包包和外衣 一起就要三亿元 这还不算上两千万的被子和两亿元的手表 七七八八加在一起 嫁妆最起码要五个亿 尽管如此 妈妈还是拒绝了因爱 她说着嫁妆自己会给出最大的诚意 因爱也无语了 所以我才反对了不当户不对的婚姻 她生气的起身离开 可是走到一半 等妈妈回到家 她发现自己家的所有存款加起来也只有五千万左右 买个包包和大衣就没有了 于是她竟提出 自己要用房子做担保贷款 爸爸十分反对 我们都到了退休的年纪 现在打肿脸充胖子以后拿什么怀呀 可妈妈却十分坚持 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 女儿嫁过去一定会受欺负的 俩人就这样争吵了起来 最终也没谈出过像样的结果 爸爸气得直接出了门 全家人也开始为嫁妆发起仇 晚上睡觉前 妈妈将孟希叫到了客厅 在这个家里 只有她和孟希在养家糊口 所以如果想要贷款给小女儿出嫁妆 她也想得到孟希的同意 孟希作为家里的大女儿一直十分懂事 得知可能要贷款一亿五千万左右 她虽然吃惊贷也没有反对 毕竟一生也就出嫁一次啊 孟希独自来到阳台 竟发现爸爸正愁眉苦脸地坐在椅子上 孟希心里十分不是滋味 家里的条件如此艰苦 她也想要尽可能地为爸爸和妈妈减轻负担 于是第二天 孟希将贤秀约了出来 她思蓝想去只有这一种办法 鲜秀一下就认同了她的提议 即使我老婆不回来了 一年半的时间也十分的充足 孟希也继续表示 如果期间你老婆回来了的话 剩下的钱我会折算还亲给你 但是不能算我利息 鲜秀一口答应了下来 不过她还有个条件 那就是要改变你现在的形象 要完美地变身为我的老婆 孟希一下就紧张了起来 这不会是我自讨苦吃吧 结果鲜秀看着她这副模样 立刻制止着她赶紧放下饮料 她开始对着孟希挑三拣四 一下说着我老婆在外面绝对不会喝东西 一下又说着我老婆吃东西的时候 绝对不会发出声音 孟希简直绝望了 于是俩人约好明天中午在这里拿钱交易 等拿到钱之后 就正式开始假扮计划 晚上回到家后 孟希将自己借到钱的事情告诉了爸爸妈妈 不光不用给利息 也不着急还 爸爸妈妈十分惊讶 甚至怀疑女儿去借了高利贷 但看着孟希如此乐观的模样 他们也没有追问太多 第二天贤秀跟孟希见面 一个准备了一亿现金 一个准备了正规借据合同 俩人的计划就此生效 贤秀跟着孟希来到街边摊位 她将晚上爸爸要为她举办派对的事情说了出来 今天晚上就要上班了 她让孟希一定要注意言谈举止 上次葬礼大家是太忙没空说几句话 今天可是坐下来面对面的促膝常谈 千万不能露线 晚上化好妆后 贤秀在路上叮嘱了孟希几句 D绝对不能先打招呼 就算打招呼 也要摆出不耐烦的表情 第二 绝对不能说谢谢 因为这个词我老婆一年也不会说一句 等到餐厅楼下 贤秀看着孟希做作的模样也忍不住吐槽了起来 孟希怎么也没想到有一天自己的脸也能派上这样的用场 她换上礼服信心满满的参加今晚的派对 但显然这顿饭对于贤秀来说并不会好过 刚开始孟希还能保持端庄高傲的态度 可坐下没多久她就被一秒打回了原形 听到公公说起因爱大闹葬礼 她竟完全不顾形象跟大家讲起了笑话 大家没笑 她却一个人笑得人仰麻烦 看着贤秀犀利的眼神她才稍微克制了一点 整个过程她都不停地看着自己的手表 毕竟时间就是金钱 因为贤秀让她安静地坐着不要像上次那样乱吃饭 孟希就一直饿着肚子不敢动快 趁着贤秀去打电话的功夫 她才偷吃了桌上的蜗牛 却没想到被贤秀抓了个正着 孟希咽不下去 慌忙之下又给吐了出来 离别时 孟希一直纠结着时间过得太快 还想着跟公公婆婆一起喝茶聊天 毕竟她一小时有十万人呢 见贤秀的眼神发射着激光 孟希这才闭起了嘴巴 回去的路上 孟希喋喋不休地算起了今天的工钱 从出发到现在正好五个小时 要是堵车堵得严重一点 那就有六个小时 加在一起就有六十万 整个过程贤秀都始终黑着脸 没发现贤秀异常的孟希 还说着刚刚没吃饭太饿 要不现在我们再去哪里吃点东西 这样过了十二点 我就能拿更多的钱了 贤秀终于听不下去了 她直接将车停在了一旁 开始发起了脾气 你是想要毁掉我的人生吗 要是被我的父亲发现 我的人生就算完了 你难道不知道吗 嘻嘻哈哈了一晚上 你要是这种态度干脆不要做了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孟希也一句话不敢说 等车开到贤秀家楼下 委屈巴巴的孟希也主动提出 今天做的事就不算钱了 可贤秀却更生气了 你的眼里就只能看到钱吗 她质问起孟希为什么要偷吃蜗牛 一点形象也没有 俩人因为吃相的问题就这样吵了起来 一气之下 孟希直接毁约 你的遗言我不要了 可回到家 孟希就后悔了 妈妈还在翘首以盼等着内衣员呢 现在自己去哪里搞这么一大笔钱了 于是第二天孟希找着拿衣服的借口 再次去到了贤秀家 贤秀一下就看出来了她的小心思 果不其然 扯不下老脸的孟希反问起贤秀 有没有什么话想跟自己说的 见贤秀不与自己 她骂骂咧咧的就往外走去 却一个不小心撞上了沙发 贤秀终于忍不住笑出了声 她上前扶着孟希坐在沙发上 本想看看她的伤口 却没想到脱了袜子后竟传出了刺鼻的臭味 这可真是大型的射死现场 好在贤秀不嫌弃 可孟希却害羞了起来 俩人拉拉扯扯下 孟希一个活山无影脚踢在了贤秀的嘴巴上 这一踢把俩人昨天的误会全部踢开了 他们竟不约而同地笑出了声 孟希主动跟贤秀道了歉 昨天的事情就当没有发生 合约还是继续生效 而有了昨天的教训 孟希也提出让贤秀找一些她老婆的资料和视频给自己学习 以后每天早上我都会来你家 你来系统地训练我 俩人就这样达成了一致 孟希也信心满满着自己一定会做好 为了避免在家人面前暴露 贤秀对孟希开始了改造计划 她找来了之前老婆尤奈的视频 让孟希试着一比一的模仿 这还没开始就感觉要结束了呀 贤秀甚至怀疑孟希是不是上学的时候就在分帮劫叹 孟希看着里面和自己长相一样的女人 扑金头却羡慕的眼光 明明长得一模一样 为什么人生的差距就这么大呢 而随着不断的练习 孟希也渐渐找到了一点感觉 模仿得也越来越有尤奈的神韵了 于是在出摊的时候 孟希也跟着了魔一样 在路边练习了起来 就连来了客人 孟希都忍不住试着模仿 看来普通人想要做成油门那般傲慢无理模样 可真不容易呀 很快孟希就迎来了一个重要任务 晚上贤秀三弟的未来老婆要去家里登门拜访 家人都必须要在场 但有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就是 贤太的未来老婆 正是孟希的亲妹妹 尽管孟希害怕自己暴露 但她也没敢将这个缘分告诉贤秀 晚上她还是硬着头皮去了 毕竟本身油那就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 等贤太带着孟贤前来 孟希也抱着忐忑的心情从楼上走了下来 这声姐姐一出 所有人都愣住了 但孟希早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她假装不认识孟贤 高傲地问着我们有见过吗 孟贤这才意识到对面的女人并非自己的姐姐 她向大家解释着嫂子跟自己姐姐长得太像了 家人们几句调侃之后 也并没有多说什么 吃饭时孟贤不停地盯着孟希的脸 为了不暴露 孟希也开始学以致用了 等家人们问起孟希觉得孟贤怎么样的时候 孟希今开始不停地为自己妹妹说着好话 还说着娶到这样的媳妇是我们家的福气 一波彩虹屁就差没把她捧到天上去 贤秀在旁边也是听得一愣一愣的 这是让打出 等俩人准备离开时 正好撞见贤太对着孟贤发着脾气 孟希也没忍住火气 谁敢欺负我妹妹 贤秀连忙拉着孟希离开 嫌太也猛了 第二天 孟希继续来到贤秀的家里做练习 不久之后有一个上流社会的party晚会 贤秀必须要带着老婆一起出席 但却参加的还有外国人 所以孟希的当务之急就是学会英语 可孟希这个一天到晚在街边卖饰品的小商贩哪里会说英语啊 这个任务对她来说比登天还难 不光如此 贤秀还要训练孟希走路的姿势 自己老婆走路是优雅的化身 你走路就是有人在屁股后面追站 贤秀开始给孟希示范 看着这性感妖娆的小猫步 孟希直接笑出了声 于是孟希就这样开始了练习 一边走一边还要保持高傲且没有礼貌的微笑 而贤秀一有时间就盯着孟希 每天都在进行着魔鬼训练 可走路学会了 还有英语这道难关 孟希一有时间就在练习英语口语 不停琢磨那些难懂的单词 但学英语哪有那么容易 听写的时候她还是跟梦游一般 每道题都是灵诞 但毕竟是拿钱办事 孟希也没有气馁 日复一日的练习 她终于能够顺利地说出几句别角的交际英语 很快到了派对当天 孟希来到了美容院做保养 并化了个美美的妆 接着去到奢侈品店换上了高定礼服 经过这段时间的改造和练习 她已经完全从丑小鸭蜕变成白天鹅 端庄优雅的以富家女游奈的身份出席了晚会 面对别人的问候 她礼貌地跟每一位来宾打招呼 也始终依照着贤秀的指示 不会跟别人过久的交谈 也会在发生事故时冷静处理 甚至还会给对珠宝感兴趣的女士 讲解浪漫的爱情传说 公共对她的表现十分满意 贤秀看着侃侃而谈的孟希 也忍不住想起初见她的时候 孟希从一个貌貌湿湿的小摊贩 蜕变成现在这般高贵的模样 这中间经历的不容易 只有自己和她知道了 因为儿媳妇尤奈的改变 公共也决定将一些实权 交到大儿子贤秀的手里 贤秀开始处理起公司的大小事务 一些重要决策 也必须要让二弟经过自己签字才可以 就连下一季度的新庭企划案 爸爸也直接采用了贤秀的方案 二弟贤俊开始有了危机感 一直以来在公司形同虚设的大哥 竟然开始对事业上心 难道爸爸要考虑将继承权给到她吗 于是贤俊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妈妈 他们都一致认为是油耐的变化太大 才导致爸爸变心 后妈立马坐不住了 她将孟希叫到了家里 询问她是不是跟老公做了什么交易 是不是让你扮演好老婆的角色 就答应跟你离婚 孟希眼神开始闪躲 面对婆婆的步步逼问 她前言不搭后语 很快就露出了破绽 婆婆提到了贤秀妈妈被赶走的内幕 尤娜曾因为这件事情跟婆婆闹过一出 但孟希并不知情 听到这件事情她表现得十分惊讶 一下就让婆婆起了疑心 第二天后妈给尤娜打去电话 竟发现尤娜的电话一直是空号 她打电话问贤秀要新号码 贤秀却支支吾吾地说自己会帮忙转达 但令贤秀没想到的是 后妈已经在去自己家的路上 等后妈赶到 她意外地发现俩人的房间内没有任何的化妆品 衣柜也空空如也只有贤秀的衣服 头破十分疑惑 难道俩人已经分居了吗 曾经想尽花样折腾老公的人突然间像变了一个人 在别人面前还故意摆出融洽的模样 他们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就在俩人疑惑不解的时候 孟希冲了进来 但此时的她没来得及打扮 一身廉价休闲服的装扮很快引起了婆婆的注意 她解释着自己是去运动 穿着身会舒服许多 当弟妹问起头发为什么剪短了的时候 孟希便说着自己平常戴的是假发片 离开后的婆婆越想越不对劲 这分明是哪里有问题啊 很快爸爸的电话就打去贤秀那里 询问着她是不是和由那分居了 贤秀慌忙的解释是因为大扫除才将不要的东西丢了 但这个借口能骗过爸爸 却骗不过火眼金睛的后妈 后妈竟提出让二儿媳每隔两天就去贤秀家交由那做菜 身为大儿媳 这点家务事还是要学会做的 焦急的贤秀立马找到孟希 她竟提出让孟希搬到自己家来住 孟希很是惊讶 我可是个黄花大闺女啊 贤秀一顿洗脑 向老天发誓自己对孟希没有一点非分之想 就当做是给你出租了一个房间 安心地搬进来就好 于是孟希对妈妈谎称自己要独立搬出去 几番口舌下来 终于说服了家里人 以为女儿要搬去空荡荡的出租屋 爸爸妈妈给孟希买了很多的生活用品 她就这样带着沟碗瓢盆 搬进了贤秀的家里 曾经跟老婆油纳在一起的时候 家里每天都冷冷清清 可自从孟希搬来之后 家里每天都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孟希会做丰盛的早餐 俩人每天打打闹闹叽叽喳喳 从早到晚都有说不完的话题 晚上下班贤秀会买水果回来 吃着孟希包的汤 饭后在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这就是贤秀梦寐以求的夫妻生活呀 可跟由那结婚这么多年 她都从来没有过这种幸福的感觉 但住在一起久了 俩人也难免会有一些矛盾 聊天时贤秀发现孟希十分喜欢珠宝设计 但她言语间却无意伤害到了孟希的自尊心 听到孟希曾经上过美院 她忍不住笑出了声 也嘲笑着询问孟希 每天干话这些设计有什么用 孟希觉得她在瞧不起自己的梦想 对着贤秀一顿输出 为了让孟希消气 贤秀在晚上回家时 带回了一束漂亮的花 可孟希却在吧台画图画睡着了 贤秀将花放在桌上 眼镜一铁看到了她的设计图 感觉这些设计十分的灵动 贤秀便拿相机全部拍了下来 等到第二天早上孟希醒来 看着桌上的花摊也暴躁的 直接丢在地上 红屋有那么容易吗 但离开时她还是返回去 将花捡了起来 还不忘记给贤秀做早饭 上班时贤秀将拍下的设计图 拿给负责设计组的二弟妹查看 弟妹正在为下一季度的新品而烦恼 贤秀并没有说出这个设计 是出自谁之手 只希望弟妹能够以客观的角度来评价 晚上回到家之后 贤秀送给了孟希一个特别的礼物 她已经给孟希报名了 顶级珠宝设计的高级课程 学员证都办好了 孟希十分惊喜 这可是她梦寐以求的学院啊 为了让孟希安心接受 贤秀说着这个就算做我给你的奖励 表扬你这段时间 扮演我老婆表现得非常好 第二天 贤秀找到爸爸 希望可以去到卖场工作 虽然自己是本部长 但以前在公司一直摸鱼 还什么经验都没有攒到 现在从头开始学习 对自己来说也是不错的方法 爸爸就这样答应了下来 还嘱咐着店长要对自己儿子严厉一些 这样才能真正的锻炼到他 而这边的孟希也开始去到珠宝学院学习了 她每天都十分的认真 别人都已经下课回家了 她还在教室不停的画着自己的作品 俩人在日积月累的相处中 贤秀也不禁想起了自己的老婆 为什么自己跟尤娜就不能像这样过日子呢 她开始担心现在的尤娜过得好不好 就她那样无法与人相处的性格 一个人过干有多孤单啊 都是因为自己的不足才没能挽留住她 孟希听闻心里也有些失落 她有些无法形容自己现在的心情 难道是嫉妒吗 那我 那我你真的吧 你真的 你真的吧 这天孟希回到家里 意外从奶奶的口中得知妹妹孟贤的事情 她似乎在婆家过得并不好 孟希很是疑惑 自己每次去婆家都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于是孟希在这天来到婆家 想要单独跟孟贤谈谈 这段时间的相处之中 孟希的频频是好和温柔体贴 孟贤都能够感受得到 孟希让孟贤跟自己实话实说 现在能帮你的 只有我 她知道有那娘家的实力雄厚 只要是自己的意思 公公是不敢随便为抗的 于是孟贤告诉她 自己的老公贤太在结婚前就有交往的人 到现在这段感情也没有整理清楚 婆婆知道后一直在拿这件事情威胁自己 因为公公最忌讳的就是这种关系 很快 家里就掀起了腥风血雨 爸爸想要让一直无所事事的小儿子贤太 去到公司上班 甚至还表示自己会手把手教她 听到这件事情的贤俊怒了 一直以来她都掌握着公司的核心 现在爸爸不光扶持大哥 就连三弟也要拉进来 他当即跟爸爸大吵了一架 但儿子怎么斗得过老子 爸爸竟决定将他调去国外的分公司 我就算没有你也无所谓 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头破镜冲出去 江贤太的事情说了出来 五年前他被最好的朋友抢走身 爱多年的男朋友 五年后他竟在妹妹的婚礼现场 再次撞见这个女人 现如今女人已经嫁入豪门 有了一个爱她且帅气的新老公 还成为了自己妹妹的嫂子 可被伤过心的梦西 却始终无法忘记当时对方尖锐的言语 还有对自己造成的那些伤害 但和之前不同的是 现在的梦西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身份 那就是承恩的大嫂子 梦西装作尤奈的模样 开始在承恩和婆家人面前 有意无意地说起她的往事 承恩有些害怕 可她并未怀疑面前女人的身份 只是觉得嫂子尤奈 是在别人那里听信了什么谣言 梦西没有给她任何面子 也像是抓住了她的小辫子一般 不停地给承恩施加压力 甚至还当着她老公的面 问起小叔子如何看待女人的过去 又如何看待妻子婚前有孩子的事情 这天梦西接到了妹妹的求救电话 婆婆已经将自己老公 在外面鬼混的事情告诉了公公 她希望大嫂子能够帮帮自己 如果贤俊被赶出去 那自己妹妹的日子也会不好过 于是梦西立马来到了婆家 单独将承恩叫了出来 她质问承恩为什么不阻止公公 并用承恩的过去威胁着她 承恩一下紧张了起来 她慌张地说着这是谣言 梦西却说起了孩子爸爸的名字 并表示自己会去打听清楚 这是不是谣言 面对嫂子的威胁 她似乎也明白了该怎么做 很快一家人就因为贤太 鬼混的事情做了下来 爸爸对着贤太大发脾气 当即表示要将她赶出家门 贤太的亲妈因爱也紧随其后赶来 她甚至直接跪在地上祈求 希望她能够原谅自己儿子一次 眼见事态变得不可控 承恩也迟迟不开口 梦西也忍不住了 承恩紧张到不行 终于 她向公公提出希望将贤太的事情放一放 她说着应该是婆婆听错了什么 自己还在打听之中 并没发现贤太跟那个女人有什么 梦西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公公也大吃一惊 她冲着老婆发脾气 没打听好的事情你就敢乱说吗 看着老公生气离开的背影 婆婆也懵了 梦西离开时 梦贤追出来感谢着嫂子 梦西温柔地抱住妹妹 不管怎么样 我都会解决贤太的事情 此时的梦贤怎么会知道 面前的嫂子就是自己的亲姐姐呢 就在这时贤太跑了出来 梦西支开了妹妹 现在自己应该整理整理这个不听话的小叔子了 她命令嫌太将那个女人整理掉 可令梦西没想到的是 她这天在珠宝学院上课 竟撞见了承恩 这次她不再是以由奈的身份 而是她自己证梦西 更夸张的是 承恩是这所珠宝设计学院的特邀导师 自己却是一个还在入门阶段的视频小商贩 巨大的落差感让梦西无法直视承恩的双眼 和以前一样 承恩用自己莫名的优越感不停地打压着梦西 在看过她的作品之后更是嗤之以敌 梦西彻底怒了 她无法用自己的身份反击她 但她可以用承恩大嫂子由奈的身份 晚上梦西怒气冲冲地来到婆家找承恩 再次以承恩不堪地过去威胁着她 话里话外都在嘲讽着她光鲜亮丽的背后 其实并不幸福 承恩不敢反驳 只能任由大嫂鼠了 可宣泄完的梦西却并没有想象中的快乐 这天爸爸为了缓和三兄弟的感情 让他们各自带着老婆一起去郊区露营 这是他们第一次像现在这样其乐融融 男人们坐着体力活 女人们则坐在一旁摆着碗筷 三兄弟会在水里一起嬉戏打闹 老婆们就站在一旁笑夜如花 通过这次的露营 他们渐渐地也敞开了心扉 梦贤跟老公贤太的关系不再像以前的那般疏远 贤太也对面前女人动了心 晚上梦西跟贤秀坐在一起聊天 她第一次说起了自己那段不堪回首的爱情 她告诉贤秀自己最近再次遇上了那个女人 可直到现在 她都无法在那个女人面前抬起头 甚至一度觉得自己十分的窝囊 贤秀安慰着她 越是害怕越要面对 输了又何妨呢 这一天 梦西在学院门口看见了一张珠宝设计的比赛海报 为了能够证明自己定将成温打带 梦西决定报名参加 于是往后的几天里 梦西每天都在家里埋头构思 可画了很多她都不满意 为了找灵感 贤秀又是带着她去大自然放空 又是带她去美术馆看展 晚上还一起在家看悲伤的爱情电影 因为儿媳妇的改变 公公也提议让贤秀带着游奈来珠宝店里多了解了解 贤秀十分担心 毕竟店长是梦西的妈妈 哪有女儿站在面前认不出的母亲呢 但梦西却信心满满着 妹妹都蒙混过去了 妈妈也没问题 等梦西走进店里 妈妈也瞬间看呆了 她脱口而冲梦西两字 但梦西却处事不惊 姚西并没有过多停留 可妈妈的目光却始终跟随着她 结束后妈妈来到公公的办公室 俩人说起刚刚的大儿媳尤奈 公公告诉她尤奈从小在美国长大 不是特别懂韩国的礼节 妈妈大吃一惊 难道尤奈是被收养的吗 妈妈失魂落魄地回到家 她将这件事情告诉了老公 梦西的双胞胎姐姐 好像是我们公司调社长的大儿媳 爸爸也蒙了 这怎么可能 妈妈不敢相信 明明是双胞胎姐妹 一个被领养到财阀家 成为珠宝集团的儿媳妇 另一个却碰上了 我这样没用的妈妈 第二天妈妈去到街边看女儿 却看到梦西在椅子上昏昏欲睡 妈妈十分心疼 该有多累才会在路边睡着 梦西一点也不在意 她拿起刚刚泡好的面 就狼吞虎咽吃了起来 结果吃着吃着鼻血也流了下来 妈妈心如刀割 自己究竟该怎么办啊 可令妈妈没想到的是 等她再次去到街边找梦西的时候 竟撞见了贤秀 看着俩人亲密交谈的模样 妈妈一下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妈妈想要将女儿的身世全部说出来 可她欲言又止还是说不出口 她想要阻止 但梦西的态度却十分坚决 对梦西来说 贤秀是让她重新燃烧希望的人 贤秀陷入困境 她没有办法坐视不管 妈妈拗不过女儿 她只好将愤怒转移到贤秀的身上 而贤秀知道自己理亏 也不停地讨好着店长 又是端茶倒水 又是擦玻璃 而这一切全部被承恩看在眼里 承恩觉得梦咸妈妈是仗着女儿嫁过来 才开始耀舞扬威 想起上次她竟然还冲着自己发脾气 承恩立马跑去向婆婆打小报告 婆婆十分惊讶 制服她还不是亲人一举吗 第二天 承恩就装作关心体贴的模样 将贤太在外面鬼混的事情 透露给了梦咸妈妈 还说着梦咸曾经跟贤太的亲妈音派 一起去找过那个人求情 妈妈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 她亮亮呛呛呛地往前走去 直接就晕倒在了地上 回到家后 贤秀将这件事情告诉了梦西 梦西可是个暴脾气 自己之前那样警告过贤太 现在她竟还没有整理干净 梦西顿时火冒三丈 梦西化好衣服 二话不说就冲了出去 贤太试图拦住她 难道你想要暴露你的身份吗 可此时的梦西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为了自己的妹妹 她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她气势汹汹地来到婆家 当着公公和婆婆的面 生气地让他们叫贤太赶紧下来 公公一脸猛逼 等贤太从楼上下来后 害怕梦西大闹 贤秀一把抓住了她 这一拳成功化解了危机 梦西也终于解了这口恶气 可这边的爸爸妈妈知道一切后心控万分 大家都没想到宝贝女儿嫁过去 经过着这种日子 但还没等他们主动联系那边 公公就将梦贤爸爸约了出来 原来公公之前意外得知 梦贤爸爸正在外面跑代驾 担心她太辛苦 公公便提出愿意帮她介绍一份好工作 可爸爸却说出自己已经得知了贤太的事情 他理所应当地认为亲家是想靠这个来补偿自己 公公大发雷霆 她质问承恩是不是你做的好事 就在承恩之之无无不知道如何回答的时候 婆婆发话了 是我让她说的 公公十分生气 梦贤自己都不说你们在这里瞎闹什么劲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梦西接到了珠宝设计比赛主办方的电话 她的设计作品竟然获得了第一名 梦西激动的不行 她立马跑到珠宝店里找贤秀 将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了她 但就在梦西准备离开的时候 贤秀竟一把将梦西拥在了怀里 喜悦之情异于言表 只有拥抱才更能表达这种幸福 可俩人拥抱的一幕 却被店里的妈妈撞见了 但紧接着贤秀就在公司的设计部 发现了梦西的投稿作品 公司正在选拔新一批的设计人才 贤秀不可置信 万一被选上 梦西和自己的计划不就暴露了吗 她偷偷撕下了作品的署名和联系方式 立马跑去询问梦西是怎么回事 梦西也一头雾水 自己并没有向公司投递过作品呢 原来是比赛的主办方 跟贤秀家的珠宝公司有业务联系 所以才擅自做主将作品交了过去 老师甚至表示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并不是谁都可以参加的 可贤秀却因为这件事情误会了梦西 她觉得梦西不可能完全不知情 每天在街边叫卖 过着苦日子的小摊贩 好不容易获得了比赛大奖 难道不会想去大公司发挥设计才能吗 更何况一旦假扮老婆的契约结束 梦西就会重新回到自己 她也该为自己的未来谋充路 梦西十分委屈 原来在你的眼里 自己就是不顾你死活的人了 俩人争执了一番 梦西竟决定就此结束契约 从贤秀加班出去 一共误会着对方 一个心理委屈到不行 这份关系无论如何都应该就此打住 可分开后 俩人都忍不住被刘满面着 朝夕相处的他们早已经有了感情 这样结束之后 是不是再也没有理由见面了呢 对家里 贤秀告诉大家妻子出国旅游了 可能三四个月不会回来 但承恩却感觉到了不对 她想起前两天自己去大哥和嫂子家时 在楼下看到了一辆破破烂烂的视频卡车 再想起现在正在街边卖视频的梦西 她立马意识到了什么 难道这么久以来 都是梦西在假扮大嫂吗 等去到家里 承恩也试图套出梦西的话 果不其然 由那嫂子喜欢吃日式鲸鱼 眼前的女人却喜欢韩式酱汁 不光是冰箱里满了各种家里做的泡菜 就连衣服都是她自己亲自手洗的 就算梦西极力解释 但承恩早已经看透了一切 不过 她并没有将这件事情告诉婆婆 因为一旦她揭发梦西 自己不堪的过去同样也会曝光 第二天上班 承恩很快发现梦西的选拔作品丢失了名字 这是所有作品里最优秀的一个 她命令职员们必须要找出这个作品的名牌 听到这番话的贤秀陷入了沉思 想起梦西为之做出的所有努力 她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到了选拔作品当天 看着满屋子的作品会长没有一个满意的 没有办法 承恩只好拿出了那张丢失了名牌的作品 大家瞬间眼前一亮 所有人都对这个作品叹为观止 但遗憾的是他们并找不到作品的主人 能做的只有放弃这个作品的获奖资格 由第二名候补上 承恩回到办公室后一直为作品满膝着 站在不远处的贤秀也终于做出了这个艰难的决定 他将手中的名牌递给了他们 解释着自己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捡到的 但等承恩接过来一看却神色大变 这个作品的作者竟是他的死对头梦西 贤秀立马召开会议想要修正选拔结果 可承恩却在此时改了口 说着这个作品存在非常多的问题 他绝不可以让自己最看不起的梦西获得这个资格 为了阻止梦西当选 他不惜顶撞权威的公公 甚至用自己辞职来威胁 但他这不反抗却让公公大发雷霆 在公公看来 这就是自己最想要的 很快 公司的员工就打电话通知了梦西 梦西很是惊讶 贤秀最终还是站在了自己这边了 他将贤秀约到了咖啡厅 贤秀给出的回答是 他不想梦西因为自己而做出任何牺牲 梦西着急地追了出去 却没想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承梦西 他最看不起的丑小鸭 竟然在一直假扮自己的富豪大嫂子 他当即戳穿了梦西 呵斥着他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 抓住了他的小辫子 承恩也打算跟他同归于尽 你可以向我丈夫说出我的过往 但我也会说出你假扮嫂子的事情 彻底毁掉贤秀 没有办法 梦西只能妥协 承恩要求他放弃进入公司工作的机会 这样我就会为你们保守秘密 几天后的颁奖典礼 梦西并没有出现 承恩得意洋洋着 他的计划终于得逞 结束后承恩还不忘去嘲讽贤秀 话里话外都在表明自己已经知道你欺骗家人的所作所为 对于梦西没来领奖的事情贤秀感到十分的疑惑 他找到梦西询问 这才知道原来自己的弟妹已经知道了所有事情 梦西告诉贤秀因为自己对承恩的过去十分了解 只要我退出 那他就不会将我们做的事情说出去 可贤秀不想梦西为自己而放弃梦想 他必须要做点什么了 第二天贤秀找到承恩 以承恩的过去威胁着 希望他能够给梦西一次工作的机会 听到自己的过去 承恩顿时神色大变 贤秀说着我对你的过去一点都不感兴趣 但是我也可以从现在开始有兴趣 反正我做好了被爸爸发现的准备 那你也可以在击款我之后 一个人离开吗 贤秀不停地给承恩施压 承恩也开始动摇了 他可以做出退让 但梦西想要进来 必须得从合同宫开始 而且必须要跟自己丈夫说清楚 在结婚之前从来没有见过我 相同的条件 如果梦西跟嫂子长得一模一样的事情会引起家庭纷争 我也会帮忙处理干净 俩人就这样达成了一致 梦西也终于能够去珠宝公司上班了 但显然 她的职场生活并不会好过 作为实习生 梦西每天的日常就是泡咖啡跑跑腿 根本没有机会正式接触设计 贤秀安慰着她 你以前是自己做老板 现在是看人眼色过日子 当然要慢慢习惯了 而承恩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接下来就轮到梦西向自己丈夫澄清所谓的误会了 承恩组织了一场饭局 让梦西以自己大嫂的身份解释 之前说的那些意味深长的话 可这场饭局却像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承恩不知道的是 贤俊已经通过这段时间妻子的反常行为 判断出她一定是有事情在瞒着自己 贤俊调查到了承恩的初恋男友 甚至还去到那个男人的花店 看到了一个小女孩 想起大嫂曾说的那句如何看待妻子在婚前藏了个孩子 而俩人在五年前分手 现在的女孩也正好五岁 傻子都可以猜到这就是承恩的私生女 但在饭局上 贤俊并没有戳穿承恩 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妻子跟嫂子唱双黄戏 等到回家之后才大发雷霆 我曾给过你自己说出真相的机会 现在非要我自己亲自去查清楚一切你才满意吗 第二天 贤俊就给承恩的初恋男友向哲打去电话 他表示自己想要订花 并让他将花篮直接送到设计室 等向哲拿着花篮赶到 在看到承恩的那一刻 俩人都傻眼了 五年后的再次相遇让俩人都不知所措 向哲立马放下东西落荒而逃 而花树里的卡片正是贤俊写给心爱妻子的 收到花树后的承恩神色大变 随后 贤俊就拿来了花店老板的电话和地址 承恩这下彻底猛了 他知道这并非巧合 一定是丈夫发现了些什么 下班后承恩去到花店远远地看着向哲跟孩子 生下孩子后承恩从没有见过他 这一刻的他静母爱泛滥 露出了怜惜的表情 可很快他的眼神就吸力了起来 已经走到这一步 他绝不可以心软 晚上回到家 贤俊主动提出自己想招一个有能力的手工师 他已经有了意向人选 不明所以的承恩二话不说就同意了 能请来对公司也是一件好事 可等贤俊离开的时候 他竟告诉承恩 那个手工师正是白天花店的老板 第二天承恩就去到了花店 他直接将自己老公找过来的事情说了出来 希望向哲能够拒绝贤俊的聘请 得知已经拒绝之后 承恩又拿出了一个装着钞票的白色信封 让向哲将花店搬走 就在这时孩子跑了出来 囊囊着要承恩帮忙梳头 承恩面不改色心不跳 无情地说着自己特别忙没空 接着就昂首挺胸地走了出去 向哲追了出去 他将钱还给了承恩 并义正言辞地表示自己绝不会搬离这里 可承恩却厚着脸皮 他竟让向哲将孩子给藏起来 看着女人离去的背影 向哲简直不敢相信世界上有如此狠毒的母亲 很快 贤俊就拿着聘用书找到了向哲 希望他能够在思考过后给出自己答复 向哲本已经决定拒绝 但想起承恩那张恶毒的嘴脸 他开始动摇了 而为了阻止向哲被挖到公司 承恩带托了贤秀去帮忙阻止 现在俩人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帮承恩解决问题就等于是帮自己保守秘密 迫于无奈 贤秀将贤俊约了出来 可还没等贤秀开口 贤俊就知道他现在是站在自己妻子的那边 他也意识到 妻子正在隐瞒的秘密 大哥也知道 现在所有人都把自己排除在外当傻子 贤俊火冒三丈 如果哥哥你不说出来 那就等于再正式向我宣战 贤秀也无可奈何 他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 俩兄弟就这样正式拉响了警报 而贤俊扭头就向爸爸提出 让大哥去到日本开拓市场 这一去就是整整三年 贤俊就是想趁此机会将他赶出去 贤俊立马找到孟希商量 而另一边狗急跳墙的成恩为了赶走向哲 近一连几天蹲守在女儿的幼儿园门口 接着趁向哲不注意 将女儿给带走了 等向哲发现女儿不在 他也从幼儿园老师的口中得知 最近经常有一个陌生女人在附近徘徊观察着孩子们 向哲不用想就知道是成恩搞鬼 他立马冲到珠宝店 大声呵斥着成恩是不是带走了自己的孩子 成恩让向哲不要担心孩子 我要带走我的女儿 你凭什么干预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向哲的情绪也开始不受控制 狠心的成恩让员工报警将这个疯子带走 可此时的他怎么会想到 自己惹到了怎样的一个人 第二天 贤俊就带着新来的手工师来到了设计部 而这个男人正是向哲 嫁得成恩一个机灵 向哲只是想找回自己的孩子而已 他威胁着成恩如果不将孩子交出来 我就跟你老公说出一切 这一掌下去并没能把成恩打醒 他更是叫嚣着让向哲带着女儿彻底从自己的世界消失 虽然成恩极力隐瞒着一切 可贤俊早已经知道了他的真面孔 贤俊开始躲避着成恩 跟他说话时会变得十分冷漠 说起话来也是阴阳怪气似乎在暗示些什么 他不光厌恶着妻子碰自己的身体 晚上也会独自去到书房分开睡觉 第二天 贤俊让成恩去买一件送给五岁小女孩的裙子 他打算送给向哲 不光如此 贤俊还将向哲约了出来 加上成恩一起 故意组织了一场别有用心的饭局 成恩跟向哲装作不认识 三个人都个怀鬼胎 当贤俊问起向哲送给你女儿的衣服 合不合适的时候 向哲竟直接告诉他们 我的女儿现在并不在家 已经被他的妈妈带走了 贤俊立马意识到了不对 所以现在孩子跟妈妈在一起吗 回去的路上 贤俊继续阴阳怪气着 成恩也不是傻子 他能够察觉到贤俊已经知道了一切 但成恩没有退缩 他竟然提出自己会退出新品牌的企划案 原来爸爸打算进军顶级百户门店 他让贤俊和贤俊比赛 分别做一个新品牌的策划案 而这并不是普通的比赛 而是光乎到他们在这个家里能否掌握到真正的权力 贤俊有梦西一起 而贤俊的设计师只有自己的老婆成恩 如果成恩退出 那他就注定会输掉这场比赛 而成恩就是抓住了这一点 如果你想要巩固自己的继承人之位 绝对离不开我 贤俊心不甘情不愿地抱住了面前的女人 但他的心里却是说不出的反感 等回到家里 婆婆已经等候多时 他竟问起成恩认不认识一个叫做陈向哲的人 那个人晚上打电话到家里说要找你 成恩脸色大变 婆婆也很快发现了他的慌张 没有人能够逃过他的火眼金睛 睡觉前婆婆想起儿子这段时间都在书房睡觉 更是感觉到俩人之间一定出现了什么问题 第二天他去到公司附近见儿子 询问起陈向哲究竟是谁 他语重心长地劝说儿子将所有的事情告诉自己 这样我才可以帮到你 见贤俊置之无无 妈妈直接表示你要是不说我就自己去查清楚 妈妈彻底猛了 他没想到成恩竟藏着这样的秘密 看着儿子如此心痛的模样 妈妈在心里下定决心一定会将这个女人千刀万剐 从这之后他没在正眼看过成恩 当老公夸赞他的时候 婆婆也阴阳怪气地朝着成恩泼冷水 那犀利的眼神就差没将成恩吃掉 冷暴力了几天 婆婆也终于忍无可忍了 他怒气冲冲地来到厨房 当即让成恩立马从这个家里滚出去 俩人的动静很快吵醒了公公 但当公公质问他们发生了什么的时候 婆婆又闭上了嘴巴 成恩知道婆婆不敢将事情全盘拖出 因为自己的丑闻也关系到贤俊在爸爸心中的地位 他故意想要说出来 婆婆便立马瞪着他让他住口 婆婆简直没想到面前的女人竟然如此心机 他必须要想办法整治一下这个家伙 将婆婆打发走后 成恩立马去到院子里给向哲打去电话 他以为是向哲将事情告诉了婆婆 质问他真的想我们三个人一起结束吗 可就在成恩暴躁摔掉手机之后 贤俊将手机捡了起来 第二天 婆婆竟在家里喝得烂醉如泥 曾经天不怕地不怕的 他就这样被心机儿媳给拿捏了 等到成恩慌忙地赶回来照顾 婆婆更是火冒三丈 忍不住愤怒地 他直接一巴掌扇在了成恩的脸上 令婆婆没想到的是 成恩竟说着自己绝不会一个人被赶出去的 他提起大哥贤俊生母被迫离婚的理由 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婆婆做的手脚 现在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你要是赶我走 我们就同归于尽 婆婆握紧了拳头 他这一辈子都没被人这样威胁过 第二天 婆婆就去找到了儿子 他希望贤俊能够忍耐忍耐 如果你大哥将新品牌设计出来 你还能拿什么赢过他 到时候他肯定会去找他的生母 那我们就彻底完蛋了 可贤俊这一次并没有听妈妈的 他心意已决 一秒都不想跟那个女人过下去了 看着儿子毅然决然的背影 婆婆彻底慌了 但离开时 她竟在公司楼梯间意外撞见了孟希 婆婆以为是尤娜 还想着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可等婆婆问起贤修的时候 贤修又说自己的老婆正在家里 婆婆越想越不对劲 于是她去翻了员工档案 竟然翻到了一个跟尤娜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想起这段时间相处时尤娜的异常 又是分居又是健忘还剪了头发 婆婆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 原来这段时间 都是这个女人在假扮啊 晚上 婆婆单独跟贤修在院子里喝茶 她问起贤修是不是已经知道了成温的事情 明明知道又为什么不向爸爸说出来 见贤修慌张地搪塞 她也明白 几人之间一定在用彼此的秘密互相协商 婆婆气急败坏 她绝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很快 贤俊就向成温提出了离婚 多跟成温在一起一秒她都觉得恶心 贤俊生气地离开 成温就这样追在后面 此时的她还试图挽留贤俊的心 可贤俊却愤怒地指责起成温利用孩子给自己找出路的事情 畜生都会照顾自己的孩子 你却不会 成温也不装了 她一把甩开贤俊 瞬间换了一副可怕的嘴脸 所以呢 你有什么损失呢 你也是接受了我的帮助才获得了爸爸的喜爱不是吗 贤俊简直不敢相信 你真的是跟我在同一张被子里睡觉的女人吗 晚上回到家后 贤俊当着妈妈的面 直接提出了离婚 此时的成温还信心满满着 她相信婆婆不会同意 成温立马冲到房间里质问婆婆 谁知道天不怕地不怕的婆婆 竟当即让成温打电话给公公 你有本事就告诉她是我江贤修生母赶走的呀 你以为我会怕你吗 她直接拿起手机就给老公拨了过去 说着而媳妇有事情想要跟你说 知道自己斗不过 成温立马变身乖巧的小绵羊跪在了地上认错 她祈求着婆婆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她一定会辅佐丈夫好好完成新品设计 婆婆露出了得意的表情 你想跟我斗还是太嫩了呀 初里玩儿媳妇 婆婆立马邀请孟希跟贤修来家里喝茶 想起上次见到的那个名叫孟希的女人 婆婆话里话外都在试探着她的身份 还直接嘲讽起贤修就是个骗子 扭头就叫出了孟希的名字 孟希慌张地一下打翻了手中的水杯 俩人也像是做贼心虚一般 婆婆知道相当于自己爸爸知道 这可如何是好啊 婆婆扭头就将这件事情告诉儿子 她打算先把那边的新品牌企划案拿到手 等到时机成熟再将这俩人一网打尽 可贤俊却表示自己等不到那个时候 再这样下去 自己就要去精神病院了 这个婚必须要离 第二天 贤俊就向爸爸提出了离婚 爸爸十分疑惑 离婚又不是传染病 你能一个个怎么轮流在这时闹离婚 贤俊没有说出理由 态度也非常的坚定 但不明所以的爸爸却头痛到不行 他坚决反对 你就忍耐一下吧 等回到房间 爸爸告诉老婆 设计师就是公司的命脉 大儿媳拥有的是财力 二儿媳拥有的是创意 如果在两人之间选择 我一定会选择二儿媳的 但婆婆并没有因此动摇 第二天当着爸爸的面 贤俊竟让承恩直接说出我们离婚的理由 见承恩不说话 婆婆便替他开口了 承恩立马跪在地上 委屈巴巴的祈求原谅 但爸爸却神色大变 这是对不起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吗 怎么可以瞒着生过小孩的事实 然后用天真的面孔在别人家当儿媳 你是想毁掉我们的家吗 公公当即让承恩滚出去 行李我也会雇人给你送过去 看见你都觉得心烦 承恩见哀求没用 也想着破罐子破摔了 公公立马将秘书叫了进来 让他将承恩从家里拖出去 承恩一下就慌了 他又跪在地上苦苦哀求 可不管他如何挣扎 都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了 秘书就这样连脱带拽地将他拉了出去 现在彻底结束了 承恩就这样被关在了门外 他不停地拍打着门冲着里面喊叫着 紧接着贤俊就拿着他的包走了出来 他将东西丢在地上 我曾经给过你说出一切的机会 是你自己不要的 看着老公无情离去的背影 承恩就像疯了一般哀嚎着 就在这时梦西走了过来 他询问承恩这就是你抛弃孩子想换来的结果吗 谁知道承恩竟表示 游戏还没有结束 等我回来再次成为这家的女人的时候 我最先除掉的就是你 随后 梦西找到婆婆 提出自己愿意交出自己的品牌设计灵感 以您帮忙保守我假扮的秘密作为交换 婆婆没有拒绝 但她必须要在看过作品之后再给出答复 可贤修无法理解梦西的所作所为 这次的设计包含了梦西的太多心血 她不能毁掉梦西的梦想了 令梦西没想到的是 贤修竟打算放弃尤娜的娘家失礼跟她离婚 这样我们就可以互相望着彼此了 晚上回到家后 贤修看着手中的离婚协议书发了很久的代 她给尤娜的闺蜜打去电话 让她帮忙转告尤娜 自己同意离婚 第二天她就去找了婆婆 为了保护梦西的梦想 她不打算再从婆婆的口中 得到自己妈妈的下落了 因为就算听到也不一定是事实 贤修决定向爸爸说出 自己找人假装自己老婆的事情 这样自己就不会再有把柄在她的手上 等到贤修向爸爸说出一切 爸爸大发雷霆 可更令她绝望的是 贤修和尤娜很快就会办理离婚手续 爸爸一边生气 婆婆一边在旁边火上浇油 最后的结局无庸置疑 贤修就这样彻底被爸爸淘汰了 没了由那娘家人的支持 爸爸也决定将希望寄托在小儿子贤太身上 原来贤太在婚前交往的那个女孩 竟是韩国第一大集团圣山企业的宝贵女儿 因为女儿对贤太的死缠烂打 女孩的爸爸竟提出愿意在顶级百货让出 15个黄金商铺给到贤太家的珠宝公司 从而促成女儿跟贤太的婚事 这对于爸爸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一向喜欢小儿媳的爸爸敬畏了自己的事业 让孟贤跟贤太离婚 可孟贤和贤太在日积月累的相处中早已经陷入了爱河 为了在一起 贤太不惜离家出走 住到了孟贤的家里 不管爸爸想尽什么办法 都没能将儿子带回来 于是第二天 爸爸在家人们的面前提拔了爱儿子为副会长 并让她在正式任职之后就接受继承人的培训 不光如此 爸爸还将大儿子贤秀扫地出门 从现在开始 贤秀彻底没了资格 可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一个脚踩高跟气场强大的女人拖着行李箱出现在了机场内 而这个人 正是消失了几个月的大小姐尤娜 很快 尤娜就打电话给了贤秀 将她约到了自己所在的酒店里 可为了等尤娜吃完饭 贤秀在楼下大厅等了整整三个小时 她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尽快办完俩人的离婚手续 但尤娜看着贤秀又坚定又心急的模样 她的心情也瞬间变差了 所以你是因为上次去奶奶医院的那个女人吗 贤秀生气地上前拉住尤娜 可尤娜却说自己想见一见那个女人 如果她过来恳求我离婚的话 我可以考虑一下 第二天尤娜便去到了婆家 此时的婆婆还并不知道真正的尤娜已经回来 听到是大儿媳 她十分不屑地让保姆通知她等着 可尤娜却一脸傲娇地靠在墙上调侃的婆婆 还是一如既往了 等俩人来到客厅坐下 婆婆说这一切都已经谈完了 我们已经没有事情要谈了吧 婆婆立马将电话打去老公那里让她回家 将尤娜回来了的事情说了出来 得知尤娜似乎改变心意不想离婚 公公立马就跳了起来 而这边的家里 婆婆也拿出贤秀有心爱之人的事情刺激着尤娜 因为如果尤娜不离婚 那自己儿子的继承人之位肯定会受到威胁 婆婆不停地煽风点火 说着俩人有多么的相爱 相爱到贤秀甚至打算放弃寻找自己的亲妈 在得知公公打算抛弃自己丈夫 并离二儿子贤俊为继承人时 尤娜直接叫板公公 并表示自己不同意离婚 果不其然 等尤娜离开 公公就提出要将贤俊继承的事情暂且缓一缓 头痛的眼睛一下就冒出了激光 你是在动我玩吗 可公公怎么会就这样放弃尤娜娘家财力的支持呢 没有人会闲钱多 离开后的尤娜直接住回到了跟贤秀的家里 她也不忘阴阳怪气地嘲讽贤秀跟那个女人的关系 对于尤娜的归来贤秀简直要喘不过气来 光是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贤秀都感觉犯恶心 可贤秀越是说厌恶越是说想离婚 尤娜就越是要跟她反着来 为了见到那个女人 尤娜去找婆婆想拿到她的手机号码 可手机号码没拿到 却意外得知了那人的名字 正问心 于是晚上吃饭的时候 尤娜直接向公公提议自己跟贤秀想要住进到这个家里 既然弟媳妇离开了 那我也应该要履行大儿媳的职责伺候公公婆婆呀 婆婆当即反对 我可没有办法跟尤娜住在一起 谁知道公公说 不愿意的话你就出去 贤俊立马站起来为自己妈妈说话 几人也为此争执了一番 贤俊表示如果嫂子搬进家里呢 我就离开这个家 尤娜也趁此提出 你如果要出去 就离开公司的策划部吧 尤娜这么一闹 婆婆也感觉到了危机 为了让儿子在公司站住脚跟 她竟找到成恩 提出让她回到公司上班 继续研发新品牌 但这并不代表同一俩人和好 而是给她最后一次赎罪的机会 第二天 尤娜就一袭黑色礼裙 霸气十足地出现在了公司内 所有员工都对她毕恭毕敬 而孟希也在这时从楼下下来 在俩人擦肩而过的那一瞬间 孟希就猜到了面前的女人是谁 她躲在一旁偷偷注视着尤娜 尤娜强大的气场简直让她喘不过气来 孟希也意识到战争即将到来 很快 贤俊就带着尤娜去到设计部认识员工 大家在看到尤娜的脸后都有些惊讶 她竟跟孟希长得一模一样 尤娜开始向陈恩打听这个叫做正孟希的女人 得知孟希竟然通过贤秀的关系才进入到公司 俩人还在一起进行新品牌的开发时 尤娜气不打一处来 她向陈恩要来了孟希的手机号码 回到办公室后却迟迟犹豫无法播出 想起贤秀跟孟希爱的死去活来 她生气地直接将手机丢在了沙发上 为了新品牌的推出 公共在这天安排尤娜去公司的卖场 看看现有的产品 可等她来到卖场 孟希妈妈竟直接上前喊住了她 妈妈以为孟希还在假扮尤娜 上来就一顿鼠了 尤娜听得云里雾里 你这个大婶是谁 尤娜的白眼翻上了天 妈妈也猛了 她竟然回来了 尤娜生气地冲到了设计部 贤秀竟敢在公司散播我要离婚的谣言 这两个长相相同的女人正面面相觑着 可很快孟希就别过了头 尤娜不认识自己 但她却认识面前的这个女人 尤娜完全抛开了自己一开始要找她的原因 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 尤娜却很是怀疑 我们的眼睛鼻子嘴巴都一个样子 怎么可能不是被领养的 可孟希却十分坚定 她就是自己爸妈亲生的 我们长得再像也不可能是双胞胎 不光如此 孟希还说出了自己之前一直在扮演尤娜替身的事情 尤娜也没给孟希面子 知道我不会离婚 你就从我们公司滚出去吧 我们三个总不能在一起工作吧 回到办公室后 尤娜给自己的娘家打去了电话 她告诉父亲自己在韩国见到了跟自己长相一模一样的女人 如果那个女人跟自己是双胞胎的话 那就说明自己找到了自己唯一的血脉 果然不出尤娜所料 她确实有一个双胞胎妹妹 当尤娜再次将孟希约出来的时候 她完全没有了上次的咄咄逼人 眼神里满是对自己亲妹妹的恋爱 尤娜提出想要见一见孟希的父母 孟希不明所以 还以为尤娜是想找自己父母闹事 她拜托着尤娜不要去折磨自己的父母 只要冲自己来就好 尤娜十分欣慰 看来妹妹是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下长大呀 等尤娜回到家 俩人又因为孟希的事情争吵了起来 她告诉贤秀就算我们离婚 你也不可能和孟希在一起 因为她可能是自己的双胞胎妹妹 一直以来无影无靠的尤娜内心满是空虚 如果孟希是自己的双胞胎妹妹 那她就是尤娜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血脉了 她一正言辞地告诉贤秀 自己一定会为了她付出全部 贤秀也有些猛了 她不敢相信这一切 为了确认事实 第二天她找到了孟希妈妈 贤秀想要知道孟希妈妈 如此反对自己跟孟希的真正理由 她告诉孟希妈妈自己的老婆是被领养的双胞胎姐妹 妈妈也没再隐瞒一切 她就这样默认了 并警告着贤秀离自己女儿远一点 贤秀心痛万分 但为了保护孟希 她决定跟妈妈一样将事情隐瞒 等到以后孟希能够接受事实之后再说吧 这边的尤娜再次来到了设计部 孟希见到她一下就紧张了起来 可尤娜却让大家不要在意自己 接着就坐在了孟希的面前 成文一脸猛逼 她追出去询问尤娜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究竟是想让我照顾她 还是故意整她 尤娜满脸轻飘 她让成文不要将脑子用在对付孟希身上 要是让我抓到把柄你就完了 从这天之后 尤娜时不时就去到了设计部看孟希 不光给孟希带去礼物 还提出想要带她去高档的餐厅吃饭 甚至表示有困难的时候就尽管来找自己 不管是什么事情 这突如其然的大转变让孟希有些摸不着头脑 她不知道尤娜的心里在想些什么 这天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 孟希却接到了贤俊的电话 昨天她从大哥贤秀的桌上 发现了一张去国外的机票 现在的贤秀应该已经在去往机场的路上了 孟希十分惊讶 她一个人去到国外该怎么生活呀 孟希立马冲到房间里拿上衣服就打算出门 却被妈妈拦住了 妈妈试图阻止着孟希 可孟希却完全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从未怀疑过自己身世的女孩 竟从妈妈口中亲耳听到自己是被领养来的事实 孟希直接懵圈了 孟希摊倒在地上 自己竟然爱上了双胞胎亲姐姐的丈夫了 她崩溃不已 这些话就如同包子一般深深地刺进了她的心灵 孟希放弃了去找即将要飞去国外的贤秀 而是将电话打给了姐姐尤娜 在贤秀准备上飞机的那一刻 尤娜赶到了 她是来阻止贤秀的 因为三人永远无法在一个圈子里生活 贤秀便决定用自己离开来解决这个乱局 曾经不可一世的尤娜竟在此刻苦苦哀求着贤秀能够留下来 贤秀也为自己伤害她的事情真诚地道了歉 贤秀微微一笑 哪怕尤娜说到这个份上 她也没有再回头 第二天 尤娜跟孟希见了面 尤娜提出想要为孟希做些什么 送她去留学学习珠宝设计 或者做什么其他想做的事情 但孟希最担心的是伤害自己的家人 从小到大的孟希都是为了弟弟妹妹和家人们活着 大学辍学就出去摆摊赚钱 她害怕因为自己的身世让弟弟妹妹们为难 不光如此 孟希也担心着尤娜 她知道尤娜精神状态不好 一直以来都在靠药物入眠 怕伤身体 她说着希望尤娜睡不着的时候能够给自己打电话 不管是什么时候自己都会接的 就算是没有话说也不要紧 因为听说只要有人接电话就不会有危险 尤娜忍不住自己的感情 她上前拥抱着妹妹 明明遇见你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可是贤秀该怎么办呢 得知贤秀被老婆尤娜弃走之后 妥珀正得意着清除了障碍 尤娜肯定也会卷铺盖走人的 但谁知道尤娜竟拖着行李箱出现了 她是来旅行搬进妥家的承诺的 毕竟贤秀不在 只有自己能帮老公守住家里的位置了 婆婆被气得不行 家里这是初恋女了吗 尤娜满脸不屑 甚至还让婆婆给自己准备晚饭 第二天一大早 尤娜就来到厨房做饭了 见不惯尤娜的模样 婆婆生气的就赶着她走 说着早饭自己会做 谁知道尤娜说 自己早上只吃面包和沙拉 等到吃饭时 公公看着尤娜单独吃一份西餐也觉得十分别扭 在婆婆的煽风点火下 爸爸便提出让尤娜回到自己家里去住 你在这里待着你婆婆就机里刮啦 我感觉很不舒服 尤娜很是不屑 那是爸爸您的事情不是吗 爸爸对对的哑口无言 在这个家里 自己说话真是没一点用了 这天尤娜找到了孟希妈妈 她感谢着孟希妈妈养育了自己的妹妹 同时也提出自己想让妹妹过得舒服一些 孟希妈妈没有一下子给出答复 而是希望尤娜能够给自己一些时间 回家后妈妈将这件事情告诉了老公和长辈们 她也忍不住难过了起来 从小到大只让孟希吃苦了 现在却要把她送走 妈妈心里满是自责 等孟希知道这件事情 她生气的让尤娜不要再在自己父母面前乱说话 如果自己找到有钱姐姐就离开 爸爸妈妈该多伤心 而尤娜只不过是想为孟希做些什么 她问着孟希为什么要在意那些让你辛苦的人 可孟希并不觉得辛苦 那些都是她的家人 那些也不是痛苦的回忆 而是幸福的时光 尤娜在遇见孟希之前 从不觉得自己有钱是好事 但现在 她想要将妹妹带走 将自己的全部都奉献给她 可令尤娜没想到的是 孟希竟指责起她根本不为别人着想 也根本不懂得感恩 且不能解决所有的事情 想想对方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吧 这番话的背后 孟希其实也是担心姐姐的 知道姐姐总是将自己伪装起来 总是靠着折磨亲近的人来找寻自己的存在感 她希望姐姐能够有所改变 想要别人爱你 就做一些让别人能爱你的事情吧 听完妹妹的这番话 尤娜开始反思着自己的所作所为 晚上回到家后 当婆婆公共赶着她回自己家的时候 尤娜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因为在那个家里太过于孤独 她没有办法回去 她说着在贤秀回来之前 自己都会住在这里 让她看到自己一直都在等她 尤娜告诉爸爸自己有思考过 这段时间的她只知道埋怨丈夫不爱自己 可现在看来却连让她爱我的机会都没有给过 如果那笔钱存在 那我们一辈子都无法确认对彼此的爱 爸爸本想拒绝 贤俊却也开始为尤娜说话 这是大哥和大嫂最后的一个机会了 她表示自己会用最少钱做出最好的品牌 一定会填补大嫂娘家的投资 见儿子这样说 爸爸也没再说什么 这对于贤俊来说 或许也是一个证明自己的好机会 而这边的孟希在爸爸的劝说下 也决定接受姐姐的好意 只有一起做饭一起睡觉才能够更像一家人了 在跟家人告别之后 孟希住进了尤娜帮忙安排的公寓里 孟希十分开心 她激动地走来走去 最后躺在了叔父的大床上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整整一年 尤娜在婆家学会了做饭 性格似乎也变得越来越温和了 而孟希一直在为孟小努力着 每天都在为新品牌的研发绞尽脑汁 孟贤跟贤太生下了可爱的宝宝 家里人都激动得不行 而离开了许久的贤秀 竟穿着一身摇滚嘻哈装回到了大家的身边 这次回归 她已经找到了寻找自己妈妈的机会 贤秀回到了家里 看着曾经不可一世的老婆竟穿着围裙在厨房忙碌 她也十分的惊讶 但贤秀的心似乎早已经不在尤娜这里 得知尤娜竟然一直在等自己回来 她的说法竟是 我没有让你在这里等我 尤娜将自己已经停掉娘家资金的事情告诉了贤秀 如果你要离婚 我会同意 看着尤娜的改变 贤秀心里说不出的感受 随后贤秀去找了婆婆 当即给了婆婆一个下马威 她说自己在国外旅游时遇见了一个男人 而这个男人似乎认识自己 我们不光交换了号码 她还让我帮忙向你问候 婆婆回想起昨天晚上接到的那个电话 后妈也感受到了真正的危机 她第一时间将黄中巴约了出来 一见面就直接将一杯水泼在了她的脸上 原来之前黄中巴找过后妈 希望她给自己一笔钱 这样自己就彻底消失 但是后妈并没有理会她 而是让她现在老老实实的生活 等到十年之后再来找自己 到时候再给她一笔钱当作退休金 吃了瘪的黄中巴一气之下借了路人的手机 将贤秀妈妈的地址发给了贤秀 后妈知道这一切都是黄中巴在后面搞的鬼 但是毕竟有把柄在对方的手上 后妈就算在生气 也不能拿眼前的男人怎么样 她只能按照黄中巴之前的要求准备好了钱 让她以后就闭起自己的嘴巴生活 黄中巴得一扬扬着 拿到了钱的她也终于心满意足地离开 另外一天 新品牌的开发也到了最后的提报阶段 孟希的设计引发了满堂喝彩 等到晚上公公回到家里 后妈也试探着她的口风 公公觉得孟希和承恩的设计各有长处 但是自己还是更加倾向于孟希的设计 听到这 后妈瞬间不淡定了 要是孟希和贤秀获得最终的胜利 贤俊不就完全没有机会了 她故意将贤秀找到了自己亲妈的事情说了出来 还煽风点火地说着贤秀现在做的一切 肯定都是为了夺得公司的话语权 然后将自己的亲妈接回来 听到前妻 爸爸一下子来了脾气 她让老婆将贤秀叫到家里来 自己要问个清楚 见到贤秀之后 爸爸开门见山地问起 她是不是真的已经找到了亲妈 贤秀没有否认 她将妈妈的现状说了出来 并再次提起了当年的事情 妈妈一定是被冤枉的 可是爸爸并不想听这些解释 除非贤秀可以拿出证据 否则自己能做的 也只有给她一笔钱而已 贤秀也不再忍让 看着贤秀离开的背影 后妈又站起来煽风点火 挖苦着贤秀根本就是一个白眼狼 爸爸听门也彻底对贤秀失去了耐心 看着老公离开的背影 第二天的公司会议上 大家准备决定最后新品牌的方案 尽管大部分的股东都表示更加喜欢梦西的设计 可是到了最后宣布结果的时候 最终获胜的却还是承恩 爸爸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微笑 这都是贤秀胡闹的结果 得知结果的贤秀第一时间冲到了爸爸的办公室 质问爸爸结果的公平性 但是爸爸却不以为然 难道这是你的公司吗 用谁的方案应该是我说的算 由那件婆婆的诡计得逞 挖苦着婆婆不顾公司的生死存亡 只想着自己儿子的利益 还说着正是这个原因 所以你才不配作为这个家的女主人 婆婆当然也不客气 难道现在的你就有资格吗 你都要被贤秀扫地出门了 现在的你 既没有了娘家的投资作为后盾 又没有老公的宠爱 由那吃饼极了 本想反驳 可婆婆根本不给她机会扭头就离开 贤秀知道结果已经没有办法改变 但是她并没有气馁 而是找到了孟希 将自己准备自立门户的事情告诉了她 她承诺自己一定会把孟希的设计落地 实现她的梦想 并希望孟希可以辞职来帮助自己 因为在那种势力的公司里 是没有办法发挥你所有的实力的 但是孟希却拒绝了贤秀的邀请 如果我答应你的话 姐姐该怎么办呢 孟希知道姐姐现在还一直在等着贤秀 而贤秀的心里也一直爱着姐姐 她希望贤秀可以为了姐姐再努力一次 贤秀也陷入了沉思 在和孟希聊完之后 贤秀来到了妈妈的包子店 她一口气买了非常多的包子 这也让妈妈十分惊讶 贤秀借口着自己的公司刚刚搬到附近 所以想要多买一些带回去给员工尝尝 可是令贤秀没有想到的是 第二天 后妈也找到了妈妈的店里 她虚伪地关心着贤秀妈妈的生活 不要脸地说着自己把贤秀作为亲生儿子抚养成人 现在的她已经自己开了公司 过得非常好 不明所以的妈妈还向眼前的女人表达谢意 紧接着后妈便拿出了一笔钱 说着是老公看你的生活不好 给你的补偿 婆婆想让她拿着这笔钱将店搬走 因为现在贤秀在找她 如果这件事情被贤秀爸爸知道了 她肯定会被赶出家门的 听到儿子的消息 妈妈一下子也紧张了起来 难道贤秀已经找到了自己吗 后妈并没有将实情告诉她 而是让她如果真的为了自己儿子考虑的话 就拿着这些钱离开 妈妈追出来将钱还给了后妈 可后妈离开的一幕 却正好被贤秀撞见 贤秀不知道后妈来的用意 她走了进去 拿出了一个装着包包的礼品袋送给了妈妈 妈妈受宠若惊 这个礼物也太贵重了 贤秀找着借口 因为自己没有结婚 爸妈也不在身边 想到了你就买了过来 妈妈也不好意思拒绝 看着贤秀离开的背影 这一刻的她也陷入了沉思 从妈妈的殿里离开后 贤秀来到了寺庙 今天是爷爷的祭日 家人们全员到齐 可等到祭拜结束 后妈又找起了贤秀的麻烦 你都不和你爸爸说话 还来这里干嘛呢 你爷爷是不会欢迎你的 贤秀也不再客气 贤秀也在这时质问着 后妈为什么要去找自己妈妈 你不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吗 那为什么要做贼心虚偷偷跑去呢 爸爸听着几人吵闹烦的不行 不分青红皂白的就责备着贤秀 杀疯了的贤秀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 他竟直接让爸爸好好管教这个女人 不要再让他和疯狗一样 去找自己的妈妈乱废 可是哪有儿子能赢得了老子的 爸爸生气的让贤秀滚蛋 后妈也在这时露出了得逞的笑容 为了彻底将贤秀击垮 回到家之后 后妈找到陈恩 让她将贤秀从公司挖走的设计找来 她想要找到贤秀贷款的银行 阻断他们的资金来源 让贤秀永无翻身之地 这边不知情的贤秀 还买好了果兰准备去看妈妈 她也正好接到了孟希的电话 得知银行中止合作的消息 贤秀一下子有点不知所措 但她还是拎着果兰来到了妈妈的店里 等贤秀坐下来 妈妈对眼前这部 总是给自己送礼物的年轻人提起了兴趣 她打听着贤秀的情况 得知了贤秀做着宝石生意 妈妈也猜得八九不离十 但是她还没有勇气相认 察觉到异常的贤秀起身离开 妈妈却在这时追了出来 贤秀终于无法再隐瞒下去 她喊出了那句压抑了二十年的妈妈 妈妈拥抱住贤秀 五子俩泪流满面 他们终于相认了 平复心情之后 两人来到咖啡馆 看着帅气又优秀的儿子 她告诉贤秀 自己这二十年来每天都在想 你的后妈对你好不好 但看着你现在的样子 自己也就放心了 贤秀为了不让妈妈担心 也说着后妈一直把自己当作 亲生儿子一样抚养长大 同时 她也将奶奶最后的遗言告诉了妈妈 承诺自己一定会证明妈妈的清白 可妈妈似乎已经完全放下了过去 还可以见到儿子 她就已经很知足了 贤秀没有再坚持 但她早已经下定了决心 和妈妈见完面之后 贤秀直接冲回了家里 她知道银行那边一定是后妈动的手脚 后妈也丝毫不掩饰 她告诉贤秀 做生意本来就没有什么规则可言 要是你和我求饶的话 那我就可以考虑放过你 后妈甚至表示 因为你的无能 现在一个优秀设计师的前途 可能已经毁在了你的手上 听到声响的爸爸也从房间走了出来 爸爸告诉贤秀 你要是担心你手底下员工的未来 那你现在就跪在你后妈的面前认错求饶 那我就会帮你找其他的合作银行 贤秀誓死不屈 爸爸也挖苦着贤秀 如果你现在还想着自己的自尊心的话 那你就不要做失业了 这样只会浪费别人的才华和青春 贤秀则反问着爸爸 难道这就是你守护自己自尊心的手段吗 为了那点可怜的自尊心 随意践踏着同行年轻人的创意和努力 就算是除掉我 我也不会在那个女人面前跪地求饶 看着大逆不到的儿子 爸爸的心脏也一下子有点受不了 爸爸在贤俊和后妈的陪同下到医院做身体检查 却被检查出心脏有问题 回家后爸爸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 继承人的事情似乎也不能再继续往后拖了 他思来想去觉得最好的人选还是贤俊 而这也正如后妈所愿 就在后妈认为事情已经板上钉钉的时候 尤娜在这天收到了一个快递 寄贱人正是黄中巴 后妈紧张地将快递抢了过来 尤娜也起了疑心 她询问着寄贱人身份 婆婆却没有回应 她回到房间将快递打开 里面竟放着一个录音机 听着录音里的内容 后妈瞬间就不淡定了 这个证据一旦被老公知道 她就凉凉了 她第一时间将因爱约到了家里 她承诺着等到贤俊继承公司 自己会让她将贤太培养成公司的二把手 但也有一个条件 因为黄中巴现在拿着当年的录音在威胁自己 所以她希望因爱可以先帮自己顶罪 就在这时尤娜走了过来 两人立马闭起了嘴巴 尤娜知道他们一定是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于是尤娜扭头就将情报给了贤秀 尤娜认为 那个快递箱里一定是有什么决定性的证据 为了保住自己 后妈再次将黄中巴约了出来 她知道黄中巴是要钱 但这一次 她决定彻底了结这一切 后妈竟让黄中巴将枪口对准英爱 就说当时的事情都是英爱一员所为 绝对不要提及自己 只要能够按自己的说法照做 那她就会一次信给黄中巴十亿元 黄中巴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来 俩人就此达成协议 第二天 黄中巴就将电话打去了英爱那里 英爱一下就乱了阵脚 英爱不接电话 黄中巴竟直接联系了贤秀爸爸 他已经计划好了一场陷阱 终于黄中巴将英爱约出来见面 他上来就聊起了二十年前的事情 英爱也没有任何防备 感叹着当时的自己不知天高地后做了傻事 黄中巴完全投入进了自己的戏里 他假装很生气 骂骂咧咧的就走了出去 但紧接着 爸爸就从后面走了出来 这下 英爱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呀 英爱追出去想解释 爸爸却直接开车离开 而不远处的后妈跟黄中巴正得一洋洋着 黄中巴完成了任务 后妈也给了他十亿元 很快 家里就因为这件事情闹得天翻地覆 英爱不停地为自己惦解 她说着自己只是帮忙找了那个男人 而只是自己的人就是后妈 可后妈最会的就是颠倒黑白 她将自己贴得干干净净 甚至还反咬英爱一口 听着后妈满口胡言 英爱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冲上去 揪着后妈的头发想要同归于尽 常年变得愈发不可收拾 好不容易拉开了俩人 后妈便委屈巴巴的装可怜 但就在这时到了一个快递 尤奈出去签收后发现 这个快递竟然是黄中巴送来的 爸爸要求尤奈将快递打开 等尤奈打开一看 里面竟又是一个录音机 后妈垂死挣扎着 她抢过录音机紧紧护住 不管爸爸怎么要她都不给 但紧接着贤秀竟拿着一个 同样的录音机走了进来 现在都结束了 贤秀将录音里的内容全部放了出来 后妈听不下去崩溃的 就将录音机摔在了地上 但一切都已经真相大白 爸爸简直不敢相信 跟自己同床共枕的女人 竟是如此可怕之人 做了这样的事情 还能假装无所事事 可此时的后妈没有一点悔恨之心 得知一切的爸爸承受不了 打击竟直接心脏病发作 家人们一下子就慌了神 他们第一时间将爸爸送去了医院 可是在赶去医院的路上 婆婆不仅没有丝毫的愧疚 反倒安慰着贤俊不用太紧张 反正现在那老头已经写好了一书 最后的继承人一定会是你的 这番说辞仿佛被救护车拉走的 不是和自己同床共枕了二十年的老公 而是一个陌生人 贤俊简直不敢相信 他将车停在了一旁 祈求着妈妈可以收手 看着丧心病狂的妈妈 贤俊的心也失望到了极点 等他们赶到医院 得知爸爸送来的吉时 并没有什么大爱后 后妈内心也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 她坐在了一旁的椅子上 现在的她应该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 另外一天 贤俊将自己找出真相的事情告诉了妈妈 妈妈也松了一口气 以后的你再也不用看颜色生活了 贤俊十分自责 自己要是早点查明真相 妈妈就不用受这么多的委屈了 妈妈安慰着贤俊 自己已经到了这个年纪 这些事情早就已经习惯了 很快 爸爸就出院回到了家里 看着端坐在客厅里的后妈 爸爸的气也不打一处来 可是后妈还是没有任何的悔恨之意 爸爸也不再客气 命令着她给贤修妈妈道歉祈求原谅 此时的贤修已经带着妈妈回到了家里 妈妈看着这个熟悉又陌生的院子 心里也说不出的感觉 等贤修妈妈进来 后妈还是一副女主人的样子 你当这是哪里 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来吗 听到声音的爸爸走了出来 他告诉后妈 今天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你还是不知悔改 就从自己家里出去 后妈大声喊着贤俊的名字 想要用儿子来威胁爸爸 如果要自己出去 那贤俊就从公司辞职 让你代代相传的家业倒地 可是令后妈没有想到的是 贤俊直接跪在了贤修妈妈的面前 说着自己愿意替自己的妈妈赎罪 贤修妈妈连忙将贤俊扶了起来 交代着贤俊以后一定要和贤修好好相处 妈妈她没有什么野心 只是希望孩子们不要因此受到伤害 爸爸看着眼前这个不知悔改的女人 也彻底死心 让贤太帮自己收拾行李 去郊区休养 跟这个恶毒的女人多待在一起一秒钟 她都觉得心烦 第二天 爸爸将贤修约到了外面 贤修也第一次向爸爸敞开了心扉 她想要的不是钱也不是公司 而是希望能获得爸爸的认可 和一个温暖的眼神 此时的爸爸也终于说出内心的真实想法 她不是因为讨厌贤修 而是因为看到贤修就会想起她妈妈留给自己的创伤 爸爸决定让贤修接替公司 这样就当做是补偿你的妈妈了 不光是爸爸 贤俊也希望贤修能够继承公司 贤修没有推托 也就这样答应了下来 父子俩的心结就此解开 等贤修回到公司准备找贤俊 后妈已经在公司门口等候多时 后妈说着贤俊已经去了别墅 让你带着自己一起过去 贤修没有多想 两人一起出发 而此时的贤俊其实还在公司的办公室 久久没有等到贤修 贤俊便给她打去了电话 得知贤修和后妈待在一起 贤俊十分惊讶 想着妈妈昨晚告诉自己 她为了自己甚至连命都可以不要 贤修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她立马开车追了出去 而后妈也不再隐藏自己的意图 另外一边的贤俊终于追了上来 可后妈已经决定跟贤修同归于尽 她竟直接上手开始抢起了方向盘 车辆也逐渐失控 贤俊拼命地朝着贤修鸣敌 亲针一发之际 贤俊用自己的车挡下了贤修的车 可是她却被直接撞下了山坡 头破血流地躺在车里 妈妈看着满脸是血的贤俊 瞬间崩溃大哭 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这样间接伤害了儿子 很快贤俊就被送去了医院 后妈一时间也不知如何是好 要是自己的宝贝儿子出事了 自己还怎么活下去啊 等家人们闻讯赶到医院 贤修也从急救室走了出来 贤俊大脑受了很重的伤 必须要做紧急手术才行 承恩一下子瘫倒在了尤奈的怀里大哭起来 婆婆也瘫坐在椅子上懊悔不已 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这都是给自己的报应啊 贤修看着崩溃的家人们 同样十分难过 她和尤奈坐在外面的长椅上 对于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 她十分后悔 自己一直以来只想着要为自己的妈妈找回清白 但是却伤害了所有的家人 尤奈一改自己高冷的态度 安慰着贤修不要太伤心 但是贤修却不停地自责着 是贤修用自己的生命救下了自己啊 她一直把自己当作哥哥 不光用尽各种办法 想要缓解自己和爸爸之间的关系 现在还代替自己躺在了冰冷的病床上 贤修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她不希望贤修出任何意外 很快 贤修的手术就结束了 尽管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却有可能永远都醒不过来了 后妈每天都是以泪洗面 祈祷着贤修能够醒过来 贤修一有空也会来医院看望贤修 而后妈也回到家里开始收拾着行李 她知道现在的这些根本不属于自己 她决定要开启新的生活 随便收拾了一下之后 贤修和后妈来到了医院 贤修看着躺在床上的贤修 也十分的心疼 她向上天祈祷 而就在这时 贤修竟挣扎着睁开了眼睛 贤修赶紧叫醒了妈妈 妈妈激动不已 不停地喊着贤修的名字 贤修也赶紧逃出去找医生 家人们得知贤俊清醒 纷纷赶到了医院 就这样贤修在家人们的祝福中 彻底脱离了危险 很快 婆婆就收拾好了行李 和成了一起搬到了乡下生活 贤修也一同前往去修养身体 而贤修放下了面子 邀请尤娜可以和自己一起回家 但是傲娇的尤娜 哪里这么容易就答应呢 吵着要贤修向自己求婚自己 才会同意 一旁的贤太和孟贤笑出了声 不得不说贤修简直就是个直男了 尤娜随手从桌上拿起了一朵玫瑰 让他就用这个和自己求婚 贤太也赶紧助攻 将玫瑰递到了贤修的手上 贤修简直绝望 看着贤修不情不愿的样子 尤娜也有些生气 没有办法 贤修只能不情愿地跪在了尤娜的身边 求婚就这样被贤修应付了过去 本以为能够就此结束 可贤太和孟贤看热闹不嫌是大 又开始起哄 时间就这样过了很久 贤修完全接手了公司 同时以社长的身份发表了 孟希设计的新品牌 孟希珠宝设计师的梦想也终于实现 所有人都迎来了美满的生活